从前有三颗石头 三颗石头立在水边 东边一颗是红色的 西边一颗是青色的 中间一颗比较特别 它既长又扁且高而宽 像个屏风一样遮蔽了东西两颗石头 面东的这一边是白色的 因此对东边的红色石头而言 立在身旁的是一颗高耸的白色石柱 但是因为西面是黑色的 所以对西边的青色石头而言 身旁是一颗宏伟的黑色巨石 天长日久 东西两颗石头都不免对中间的大石头 萌生了爱意 于日 东边的红石头首先发难 向中间告白 它说自己原本是一颗更大的石头 在一座高山顶上 因为吸收了日月精华 孕育成一颗石胎 忽而蹦裂 因风化成一只猴子 也因为这次蹦发 才生成自己这颗残片 在乾坤间滚动 修整成一颗独立的石头 然而中间的石头不为所动 静静地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 西边的青石 虽不知东边的动静 发护于自己的冲动也开始阐述 它说自己的身上原本插着一柄宝剑 很多人都曾经试着拔出宝剑 都没有成功 有一天 一个少年不经意地顺手一抽 宝剑就被拔走了 也因为这一抽 它动了起来 在宇宙间翻滚 原本插着宝剑的缝隙 也磨圆了 然而 中间的石头依旧不为所动 默默地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 东边的红石不放弃 他以为提起水会引起注意 于是说自己曾在江边待过一阵子 曾经目睹一个男人 举起宝剑在江边自吻 原本有机会开创一个时代 却付诸流水 西边的青石也想起 一桩与水有关的事件 他说当年拔走宝剑的那个少年 弄坏了那把石中剑 许多年后他来到湖边 湖中仙女又送给他一把湖中剑 他凭着这柄宝剑开创了江山 中间的石头 清楚地看见自己水中的倒影 昂然耸立 玉树临风 一边黑一边白 刚好创造出轮廓的立体效果 开探世间怎会有如此完美的石头 自己真是太美了 西边石头感念中间石头 屏蔽了呼启的强风 东边石头喜欢中间石头 遮掩了西晒的斜阳 他们各自默许 只在此默默守候着挚爱 直到海枯石烂 中间石头依然注目着自己水中的倒影 只期许这等美丽 直延续到海枯石烂 他的脚边终于开出了一朵水鲜花 哎呀 我怎么忘了最关键的事情呢 这个世界原本就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和平 但是终究会被改变 要让这个世界动起来 最不可或缺的就是 贼寇四起 天下大乱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